你知道吗 美牙将死的一集 生命只剩三个月了 这天小新放学回家 看到美牙疲惫不堪 很难受的样子 小新觉得很奇怪 以为妈妈到了更年期 可美牙没跟以前一样接茶 而是想去躺一会 此时小新也没多想 吃完布丁之后 打开电视看起感情剧 电视中一对情侣热情相拥如愿在一起了 可女主角突然一阵咳嗽 口吐鲜血说着自己的生命只剩三个月 这把小新给感动不已 看完电视剧后 小新口渴准备去冰箱拿果汁喝 眼前出现不敢相信的一幕 只见美牙跟刚才电视中一样 一阵咳嗽后口吐鲜血 难道妈妈也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了 此时美牙交代小新去好好照顾小白 接下来小新心情很沉重 对小白说道 妈妈还有三个月就会死掉 以后不能任性 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就在这时 美牙说着自己要去医院一趟 这让小新更加肯定妈妈生病的事了 小新此时心情悲痛万分 幻想着失去妈妈后 爸爸会让她重新选个漂亮姐姐当妈妈 然后又想到 爸爸没有魅力 肯定不会受欢迎 接下来小新又想到 爸爸做的饭十分难吃 他还是更喜欢吃妈妈做的饭 想到这里 他更加舍不得妈妈 之后 小新向他的小伙伴们 说到妈妈讲什么的事情 称自己要帮忙做家务 以后不会再出来跟他们玩了 小伙伴们也感到悲痛万分 并说到他们会一起帮忙的 小新便毫不客气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妮妮以后每天帮她捶背 正男帮忙照顾小白 阿呆把动感超人卡片送给她 风间先做她的庸人 还要很多很多的要求 于是大家都走光了 到了黄昏时分 小新一个人坐在门口 一脸忧愁 看到美牙回来瞬间 立马放声大哭跑过去抱住美牙 叫美牙不要死掉 以后自己会乖乖听话的 看着小新如此懂事 美牙感到非常幸福 并且说到 其实自己不是生病 而是怀孕 小新要当哥哥了 岛新看到美牙口吐鲜血的一幕 其实是美牙在喝番茄之时 不小心被小新给吓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